美亚原创独家出品《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您水笑 第六百二十六章 人人想要的东西 许俗人站了起来 对周围一抱拳 于气十分和须地说 我厚道 现在第一个交椅 在这里感谢众多仙游大量 我只是一个练气师 身边也没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唯有八品和九品仙气 仙议会大典中阵阵稀奇的声音 没什么好东西 只有八品和九品仙气 我也想没什么好东西 只有八九品的仙气 可不可以呀 我的仙气 包括防御 攻击和飞行仙气 除此之外 我也可以按照你的要求 为你炼制你需要的仙气 许俗人说到这儿 略微顿了一下 然后才继续说 当然 我还有一枚混沌木木精 很多人和墨无忌一样 并不知道混沌木木精是什么 但是墨无忌注意到 许俗人说出混沌木木精的时候 第一排的数名先帝强者都露出了极度渴望的眼神 也不知这混沌木木精到底是什么 连先帝强者都如此的渴望 许俗人笑了笑 可能很多仙友并不了解什么是混沌木木精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混沌木木精可孕育一切木元素的宝物 甚至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孕育出木元珠出来 墨无忌听到这儿 心中一顿 他想到了自己那十一枚火红色晶体 一枚火红色晶体让他的青筋之心在晋级七级鲜艳后并未损耗多少 可见这火红晶体非常不简单 而且墨无忌更清楚 他的火红晶体还能孕育火元珠 难道他的火红晶体就是混沌火母精 我需要交易的东西有两种材料和一种宝物 第一种材料是明道丝线 第二种材料是九花雁心石 第三种材料是混沌火母精 当然 我的混沌木木精只能够交换火母精 徐俗人的话再次迎来了一阵阵的议论 很多人和墨无忌一样 知道九花雁心石 但并不知道什么是明道丝线 墨无忌肯定了一点 就是他得到的那十一枚火红晶体 很有可能是混沌火母精 现场沉默下来 第一个交易就恰可了 没有人回应许俗人 因为无论许俗人拿出来交换的宝物 还是许俗人要得到的宝物 都不是寻常人能吃得下的 或者说 寻常修士就算拿到这种宝物 也不敢在此公然交易 许俗人自是早已预料到这种情况 他再次笑道 我暂住在天谦仙楼九楼甲石酒市 三个月内欢迎任何人前去找我 耽搁了大家一些时间 现在请大家继续交易 不用管我 显然许俗人也知道 他需要的东西太过逆天 哪怕天谦仙楼这种大行仙仪会 也并不一定能够交换到他需要的东西 许俗人幻音刚落 十多道牌子升起来 这十多道牌子几乎全都是第一排的 可见后排的修士也清楚 暂时还轮不到他们来交易物品 请一排十六号先友拿出交易物品 片刻时间 交易大殿中选定了可以进行交易的修士 韩龙小声在墨无忌耳边说 是萧李氏 韩龙不说 墨无忌也看见了萧李氏 这家伙就坐在十六号 说明单道先盟的地位 果然不低 萧李氏直接拿出了一个玉瓶 这是一瓶须敌大尊丹 四枚上等 二枚中等 我需要交易的是不灭圣竹 或者类似的同等仙灵草 当然 不需要须敌大尊丹的先友 也可以向我私自提出你的要求 又是自己有的东西 墨无忌不但有不灭圣竹 而且还不值易竹 不过 他不会和萧李氏交易就是 虚敌大尊丹 算是八品先丹 这种先丹可以提供给先尊修炼 能够帮助先尊有很大的几率 突破小瓶颈 比如从初期到中期 从中期到后期 对一般的先尊来说 这种丹药极为珍贵 可对墨无忌来说 这种丹药就是垃圾 他现在的确炼制不出这种八品先丹 他也不需要去炼制这种丹药 况且 就是他急需这种先丹 他也不会去和萧李氏交易 不灭圣竹这种东西 可不是容易弄到的 或者有人身上有这种 但也会和墨无忌一样 不愿意拿出来和萧李氏交易 结果萧李氏自然也没有交易到任何的东西 第三个拿出东西交易的 是一名身材高大的大汉 他直接抓出了一大块黑油油的铁石 放在了面前的白玉桌上 这铁石足足有以利方米 尽管这块铁石周围被各种阵纹裹住 但放下来的时候 众人依旧可以感受到那种沉重 这 这是无根重金 一个惊异的声音响起来 墨无忌也在第一时间认出了这是无根重金 这种东西 拳头大小就是无价值宝 更何况这么大一块 也许许俗人拿出的混沌木木精 比这东西有价值得多 但是混沌木木精 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交易不到的 倒是这块无根重金 那才是众人可以触摸到的东西 一些人的眼珠都有些红了 这可是真正最顶级的九级仙材 在仙界 这种东西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九级仙材 更高等级的宝物 这种材料是炼制攻击仙器的无上宝物 就这一块东西价值根本没办法衡量 没错 这就是无根重金 我要交易的东西 价值必须和我的东西差不多 同时对我跨入先帝有好处 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 请不要报价 报价的先有 请将东西传送给我 我觉得合适 那就交易 大汉将东西放下后 以报全说 尽管大汉说了这个话 依然有五六个交换报价灯亮起来 莫无忌同样行动 他急需这块无根重金 许俗人就在天前仙城 只要他能得到这块无根重金 再加上他的半月几任 那他就可以请求许俗人 为他炼制真正的半月重金 原本莫无忌是打算 融掉天机棍来复原半月清几 现在有了无根重金 他自然不想融了天机棍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莫无忌并不想将 这天机宗的象征宝物给融了 更何况 那苏柔尔还说 天机棍关系到一件极大的秘密 和这无根重金等价值的东西 他也不多 混沌活母精倒是有这个价值 但混沌活母精的价值 远超无根重金 莫无忌是绝对不会动用的 混沌活母精对这大汉禁忌先帝 用处似乎也不大 至于鸿蒙生息 更是不能随便动 除非他遇见了自己 非要不可的宝物 比如五行珠 一般情况下 他绝对不会动用鸿蒙生息 对 他身上还有一枚地道果 地道果的价值倒是不低 只是对方的无根重金太多 而他的地道果只有一枚 价值有可能略差了一些 感受到这大汉周深的气息 的确是仙尊圆满 莫无忌很快发现了这个大汉和他类似的地方 气息沉稳浩瀚 没有一般仙尊的虚无缥缈 莫无忌的炼体几乎要跨入仙体之境 转念间便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大汉和他一样 也是一个炼体强者 难怪在仙尊修为 就能在第一排前面坐下 既然对方是炼体强者 那就好办了 莫无忌拿出了两个玉盒 将地道果和一株不灭圣竹分别装了进去 同时打上了禁止 然后他按了一下交换报价灯 莫无忌一按报价灯 立刻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无根重金谁不想要啊 可是大汉的价码在那儿 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出等价的东西 莫无忌区区一个蝼蚁修士 居然想和人交换这么大块的无根重金 哼 果然是无知者无畏啊 如果这东西是什么垃圾都可以换到的 传送过去的也就不只有五个报价了 就是坐在莫无忌身后的原意 在看见莫无忌的举动后 也是暗自摇头 刚才很多人过来和莫无忌认识 那是建立在莫无忌是七品尊级丹帝的身份上 而非是莫无忌的修为 莫无忌如此行径 显然是看不得好东西 见到好东西就想要 这是一个人品问题 第二个是 他认识这个拥有无根重金的大汉 第一炼体宗门 天重先宗的强者尼凤孽 这可是为数不多 能在先尊境界就能抗衡准地的家伙 一旦莫无忌惹恼了这种人 那就是自讨苦吃 至于那些上前和莫无忌认识的人 到时候肯定是不会出来一个的 见莫无忌将自己的东西送出去 寒龙有些担忧地传音 无忌 这人我听说过 是天重先宗的尼凤孽 听说天重先宗是第一炼体宗门 万一惹怒了他 我们 莫无忌一白手 没事 交易他的东西 我认为我的东西价值足够了 如果他觉得不够 那就不交易好了 尼凤涅此刻 已经看完了传送过来的五份物品 他非常失望 这些东西 没有一样可以比得上他的五根重金 甚至相去甚远 不但如此 对他突破先帝也是没有半点帮助 此刻他刚刚将五份东西传送回去 拒绝了交易 就看见又有一份东西传过来 他顿时眼睛一亮 可随即他就看到 莫无忌面前的交换灯是亮着的 如果没有看见莫无忌 他还满怀信心 可当他看见莫无忌 似乎连先王都不识的时候 怒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都觉得他尼凤涅的东西好骗吗 全都想用垃圾来骗我吗 这下为您播讲的《不朽凡人》下一集